大家好,今天來介紹吉他的基本構造 你們看到我手上這把吉他 我的左手邊指的這個部分是琴頭 上面你會看得到有六根弦的旋鈕 是在調音的時候用的 吉他中間的這一段叫做琴頸 它是連接琴頭跟琴聲 琴頸的這個面面對鏡頭的這個面是一個平面 背後是一個有弧度的弧面 前面的這個面上面有很多的一格一格的琴格 還有六根弦 通常是左手在上面按 左手進行操作的地方 這一個部位這一段叫做指板 手指的指,木板的板 這個部分叫做琴聲 琴聲的功能主要是在 它裡面是中空的 它對於共鳴是最有影響的一個部位 在琴聲的前面這個面 這塊板子叫做面板 側面 側面 繞著琴聲的側面這個弧形的 有弧度的這一個部分 叫做側板 背後這一塊叫做背板 琴聲的這一塊 現在看我手指指的這個深色的木頭 這一塊叫做琴橋 琴橋上面有一條白色的這一條 叫做下弦枕 在琴頭跟琴頸 連接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白色的這一條 叫做上弦枕 大部分的木吉他會有的 這一個圓形的洞 這一個叫做響孔 而吉他有六根弦 在算的時候 我們從最底下 最細的這根弦開始算起 這一根弦是第一弦 第二弦 第三弦 第四 第五 第六 最粗的這一根是第六弦 不要搞錯了 吉他的 這個金屬條 在 相看在琴頸上面的這個金屬條 叫做琴眼 又叫做Flat 這Flat 跟Flat之間的這個 這個空間叫做琴格 例如說我現在壓的這是第一格 第二格 第三格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以此類推 通常第十二格 會 在紙板上面會有一個 比較不同的記號 像你看到這把吉他是有兩個點 如果在側面的話 很多的吉他在琴頸的側面 第十二格也會有兩個點 另外還有一個琴格叫做開放弦 這個是比較容易被忽略的 就是手指不用按 直接放開 這也算是一格 這叫做開放弦 例如說 我現在要彈第六弦 的開放弦 就是最初的這根弦 然後手 左手不用按 這個音就是開放弦的音 如果我要彈第六弦 的第三格 一樣是最初的 第六弦 最初這一根 然後第三格 一 二 三 手指壓在這邊 注意看喔 不是壓在這個 flat上面 是壓在兩個flat之間 壓住它 好 第六弦的第三格 一起來對 一起來對 好